我们把几个主要哲学家记一下 因为至少我们知道哪些人被归到后线单 首先换到244页 244页这是这几个哲学家的英文名称 我想还是顺便记 第一个副科第一大段的最后两行 有没有看到Michelle Foucault 那个Michelle在话文 男生跟女生读起来是一样 但是他插了一个字 Michelle 因为我第一次读以为他是女生 事实上就是说女生的话 这个后面要加一个E ABCDE 加一个E 但是男生的话没有 同样都读Michelle 所以说他们洋人的名字 同一个名字都有男生跟女生 比如说这个Joe 你们猜哪一个是男生哪一个是女生 洋人不是的名字吗 上面是男还是女 上面是女生 下面是男生 因为我儿子的 我儿子他同学一个Joe 就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是我们好记的 就说不要写错 有一个1在话文读2 有一个2跟没有一个2是差别很大 会搞错的 大概话文大部分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 Foucault他话文念Foucault 把它记起来 非常有名的哲学家 已经过世了 他也是同性念 死亦艾滋病 1984年死亦艾滋病 在1984年不敢报导他死亦艾滋病 但是现在他的传记 中文的都有 他的传记大家都名讲了 他死亦艾滋病 他也是个很另类的一个哲学家 光头 再来是下面我们把下面德里达 他这个话文念Jack Dehida 所以有人翻译做德西达 这两个都可以 你把原文记起来就可以 他好像两年前刚刚过世 七十几岁 满头白华 他就是那个解构主义的大师 解构吧 我们说解构跟解构 什么是解构 等到我们讲诠释的时候 再补充 所以德西达或者德里达 他也是著作等生 也是怪人一个 Jack Dehida 他的书很难看 接下来布希亚 布希亚还在 七十几岁了 他这边念 Zong Bufiar 那个J-E-A-N 那个话文念J-O-R-N Zong Bufiar 那个L不太发音 所以布希亚 就是说你的套 他念Bufiar 布希亚是法国的社会学家 他有很多另类的说法 什么冷酷的记忆 还有写美国 甚至于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波斯湾战争未曾发生 他的很多民族 包括消费社会 消费导向的社会 还有很多所谓相关的 等有机会 我再跟各位提 因为他是文化研究 非常重要的人物 再来下一个 我们看英文就好 一个Lakon Lakon是Lakon 在话文念Lakon 他也是Jack Lakon 那个话文的Jack就是J-O-R-N 的意思 这个话文Jack念J-O-R-N 德文就有汉 英文是J-O-R-N Jack Lakon 他是属于新佛罗伊德主义 他把佛罗伊德主义 佛罗伊德理论改编 这个都是法国的哲学家 所以这些人 也被称为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跟后现代主义 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当然我们不是在念哲学史 如果你念哲学史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两个 不一样的地方区隔 不过他们相似性很高 我们只能够说 相似性至少80%相似 所以应该前面 都挂了一个后 一个后结构 后现代 下面一个Roti 我们上次看过了 他是属于美国的哲学家 还在 70几岁 Richard Roti 他属于新实用主义 是在花扬杜威他们的理论 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 在我认定 他是借于现代主义 跟后现代之间 但是Roti呢 已经把整个实用主义 把它带到了后现代 带到后现代 所以这几个这些家 都是当前 当前非常有名的这些家 市面上都很容易 找到他们的书 不过几乎都英文的书 中文的书 大概只能算介绍 好 再来 245页 他介绍第一个妇科 我想把妇科最重要的著作 告诉各位 因为有人如果要考研究所的话 恐怕你要去拿来读 哪一本呢 在247月 247月的第一段 最后两行有两本书 第一本叫做 规训与惩罚 最后三行 规训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第二本是信义事实 信义事实它事实上有三册 这两本都有中文翻译本 在桂冠出本社 不过都是大陆学者翻译的 你如果要看英文的话 台北买得到 这两本 各位有必要去买来看 为什么呢 尤其是规训与惩罚 因为规训与惩罚 最后三分之一 全部在谈教育 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家 大概只有妇科 谈教育谈的最多 他直接谈教育 直接谈 刚刚讲的空间的权利 为什么要排排座 为什么要把这个 学生分级 为什么这个 整个 什么是规训权利 再过来 信义事实 这个当年 我这条教授叫我去看 我都不会想看 看这个信义事实干什么 事实上信义事实不是在讲信 它是在讲权利 它意思说在讲权利 如何连这个信 这么隐秘的事情 权利都会进去 权利 Power 富康的这个Power 它的权利的这个概念 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信义事实比较薄 比较 内容比较少 但是我想各位要看的话 优先应该是先看 规训与惩罚 大概说一下 规训与惩罚看起来非常血淋淋 他一开始说 以前在处节死刑患是五马分尸 所以这本书一开始是写 那个五马分尸的那个血淋淋的情况 写的让你看不下去 然后呢 他说为什么整个的惩罚 从五马分尸 然后再怎么 销首示众 斩首 有没有 以前那个清朝都还有 民国初年 清朝末年 斩首示众 然后用那个旗杆 挂在那个市场 然后呢 再到什么 监义 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 监义的诞生 监义的诞生 那最主要的说明就是说呢 今天每一个时代 对人们 对犯罪者的处罚 形态 从这个五马分尸 销首示众 到监义的诞生 看起来好像 就像我们今天不能体罚一样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仁慈 比较人道主义 但是呢 不过告诉我们 没有那回事 没有那回事 那只是时代变了 简单的讲 提到体罚 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不能体罚 如果各位读教育史 我记得以前我读教育史 那个你们可能没有那个版本的书 杨亮公老师翻译的 美国出版 他说 以前德国 十八九世纪 有一个国小老师 他一辈子 把他打学生的次数呢 每天回去都计算 累积起来 你猜一下 他一辈子打学生 打了八百多万次 在当时的一个老师 而且没事 因为基督教人性本恶嘛 原罪 所以也就是说 福哥呢 他的规训 或者我们比较明确讲 他认为规训权利呢 他在解释什么是规训权利 简单的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以往中世纪以后呢 还没有在公益革命以前 是暴力 人跟人之间是暴力相相 对不对 因为我 这个本来 马克思说的嘛 阶级斗争 我要 我要从你那边 达到好处的话 我就给你抢过来 直接你家里的 你的belonging 你的所有财产 我会把你抢过来 所以在那个年代 暴力 人家不认为 有什么不对 但是呢 到了工业革命之后 那个压迫的方式不一样了 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工业革命 机器生产 机器生产呢 资本家要压迫工人 他不能再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在用暴力的话 那个工人只要跟你动个 动个 动个小玩意的话 你整个机器就坏掉了 对不对 工人如果反抗嘛 工人如果反抗 我想 如果这个 我们去餐厅吃饭 如果厨师要反抗的话 一边煮东西 一边土痰的话 恐怕你会很恶心 对不对 所以 所以为什么暴力会慢慢被排除 不过在解释这个东西 就是说到了机器生产之后 工业化社会之后 暴力呢 不是最有效 暴力不再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所以变成要很多意识形态 用很多意识形态 用一个所谓比较柔性的权力 简单讲 规认权力 就是比较柔性的权力 才可以控制人们 因为如果你在用暴力的话 胡贺也讲过 有权力就有反抗 有权力就有反抗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暴力的话 今天如果老板对员工用暴力的话 恐怕员工只要动个手脚 他整个老板就 他可以亏了更多 所以这边妇科呢 说明就是说 为什么对于犯人 我们从那个五马分尸 萧索失重到坚毅 把他关起来而已 基本上呢 这就是暴力被规训权力所取代 那也是可以解释 我们今天 为什么不能够再体华 不过如果从协理上来看 体华是不可能禁止的 体华为什么不可能禁止呢 因为人跟人 如果只要是面对面的关系 就可能有冲突 那在面对面的关系 冲突的情况下 就难没有体华 各位只要想一想家暴就是了 家庭暴力 那么亲密的人之间呢 会有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永远存在 当然我不是说 我希望永远存在 而是说这个东西呢 就有史以来 绝对是可能存在 因为亲密关系里面 只要人在物理上 是直接接触的话 只要产生冲突 就是暴力 只要产生冲突呢 就可能产生暴力 不过就整个大环境而言 就是说 当规训权力 这种软性的权力 逐渐取代暴力之后啊 他就整个时代呢 就因此而改变 整个时代因此而改变 不过他告诉我们 规训权力虽然不是暴力 但是对人们的控制啊 不见得比较松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很多精神疾病啊 或者说 我们要赶时间 是不是 有各种的压力 就是说规训权力 事实上呢 它还是设定了各种的压力 事实上它的规训权力就是 我们之前讲的 一种监督 对不对 这个不能有死角 所谓死角就是权力 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 所以这本书啊 还是推荐各位去读啊 非常重要 而且跟我们教育直接有关 你们去读应该 比较容易懂 比较容易懂 那至于左边啊 左边还有好几的英文的地方 这个都是他的书啊 这全部我都有 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借给你 那些都很难读啊 所以我就不再详细解释 我推荐就是说 如果你要考研究所 那你最好把刚刚这两本 拿来读 拿来看 OK 下来 德里达 最后一段啊 247月 德里达呢 这边第二行 有一个英文字 画起来 Logocenturism 逻辑中心论 各位看到逻辑 就是理性 就是说他反对 他反对西方哲学 有史以来的强调逻辑 因为逻辑中心 就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逻辑中心论 他是解构嘛 因为他解构啊 就是要解掉 解掉传统的这种思考方式 至少你要知道 提主张逻辑中心论 Logocenturism 是德里达 德里达 再换过来 248月 德里达记一个就好了 事实上他还有一大堆书 第248月 第三个跨湖山 Liota 我们昨天也提到过了 Liota 他最重要的一本书 就是第一行 后现代 课本叫后现代的条件 应该是后现代的情境 这本书有中午换一本 不过换得不是很好 恐怕还是要靠 看英文本 如果考研究所的话 恐怕还是要去找英文本来看 OK Liota 我们就 只要那一本那一本书就好 再来 新实用主义 250页 最后三行 就是Lotti Lotti 我们上次有讲过 Lotti的书有一些中午换一本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好吧 因为一般来讲这些人的著作 我们都是研究所阶段才讨论 所以你们在大学部 我们就不详细讲 但是一些内容 我们还是会谈 还是会谈 OK先暂停一下 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要看教育了 就后现代 在教育上的一些主张 跟主要的一些人物 我们来看253月 有几个主要的学者 253月 导述第二段 第二行 有一个佛瑞拉 就上次我们讲过的 Paul Flyer 就是受压迫者的教育 的那个作者 他就过世了 他是巴西 巴西的人 巴西用葡萄牙文 葡萄牙文 所以这个葡萄牙文怎么念 他少一个O Paul Flyer P-A-U-L-O 那个葡萄牙文 Paul 保罗 他后面还有一个O 各位把它加上去 他的书有中文化理本 各位可以去看 不过Paul Flyer 不能算后现代 他是算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算是现代主义 各位要记得 我先把这个界线 稍微弄一下 马克思主义算现代主义 欢歌来254月 254月有几个教育学者 各位刚刚第一个Henry 吉父吉肉已经讲过了 所以各位已经知道 他写很多相关教育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下一个 麦克拉伦 上一次讲 我们课堂上也提过 Peter McLaren 他来过台湾两次 一次在花园实验 多元文化研究所 去年又来中正大学 他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 麦克拉伦 非常酷的一个学者 馒头精华 带太阳眼镜 然后全身皮衣 我最近正在读他的书 他提出来的是 属于批判教育学 有没有看到 麦克拉伦的下一行 批判教育学 画起来 就是说 你看到批判教育学 这个名称 他几个代表学者 我们上次讲过 从Paul Freire 还有Michael Apple 苹果先生 对不对 还有刚刚的吉富 跟麦克拉伦 这四个呢 都被归类在 批判教育学的领域 也就是说 如果人家问你 批判教育学讲什么 那你就 以这四个人的观点呢 来说明 当然 哈勃马斯也算 因为哈勃马斯的理论 叫批判理论 对不对 所以哈勃马斯的 德国那一派 哈勃马斯的理论呢 也会被归在 批判教育学 不过哈勃马斯的 相当难 我认为这边最好读的 恐怕还是 Apple跟Fryer 还有麦克拉伦 几乎比那个麦克拉伦 难读 他们的书都有 中文的翻例本 在我的文章里面有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批判教育学的 英文名字呢 就在最后一段的第一行 Critical Pedagogy Critical Pedagogy 因为这是洋人东西 我们把洋人的这些 英文呢 顺便记起来 顺便记起来 麦克拉伦呢 有一本书 我们上次应该讲过 校园生活 在巨流书版社 有翻译本 各位如果要读的话 可以从那一本先开始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